点看其他国家纷纷开始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制计划 印度退役空军中将乔普拉5月30日也在印媒发表文章呼吁 是时候开始研制第六代战机了 5月30日 他在印度著名军事媒体欧亚时报上发表一篇长文 详细说明印度研发六代战机的迫切性 尽管印度的第五代战机咱们还没见过 但乔普拉还是很认真地为印度第六代战机列举了潜在的竞争对手 第一个是意大利 日本和英国参与的全球作战航空计划 这项计划在2012年12月正式宣布 主要是把英国主导的未来作战空中系统项目 与日本的IF-X项目结合起来 他们的六代机计划在2035年飞上天空 第二个是法国 德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行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计划 以取代法国的阵风战机 德国和西班牙的欧洲台风战机 第三个是美国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 这是美国空军的一项第六代战机计划 旨在替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艾弗22网琴系列 除此之外 乔普拉说 俄罗斯人已经开始研发 可以由神经网络操控的第六代战机 该战斗机将有人驾驶 常规飞行和作战功能将更加自动化 谈到中国 他说在成功研发第五代战机后 中国目前正在研发下一代飞机 2023年2月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 其六代战斗机的概念 这么多先进的技术 印度肯定不能缺席 于是乔普拉提醒 印度行动的时间到了 他说 印度现在仍在研发第五代飞机研发技术 估计该技术还需要十年时间才能问世 但考虑到中国和其他国家 都在努力研发第六代战机 因此乔普拉也承认 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 独立研发对印度来说 不是一个实际的选择 所以他建议一下 一些国家那样走合作路线 合作意味着分担成本和风险 这恐怕还不是最大的困难 抛开印度的国防预算和技术能力 就当了第六代战机的朋友圈 对印度来说 可能也定非买方市场 其实乔普拉在自己这篇文章里也提到 日本就强烈反对 沙特参与一日英的六代机计划 理由是设计敏感技术的安全问题 而很多北约国家研制六代机 都是考虑跟北约装备和部署的兼容性 这就更涉及情报和安全的顾虑 不会随便让外人加入 印度要发展六代机 估计还是得靠自力更生